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克在距离选举只剩一周的情况下 向选民发出这一预警 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话语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的意义 他提到 川普的政策将会导致联邦预散的严重血减 并且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经济 甚至需要大量的安全保障来应对可能的反应 马斯克的这番言论不仅让他的支持者感到不安 也引发了对于未来经济走向的激烈讨论 面对这样的挑战 马斯克的信心似乎并不受动摇 他甚至认为这样的经济困境是暂时的 但却可能需要在未来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 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的联邦债务持续上升 马斯克呼吁必须采取紧缩措施以确保长期的经济繁荣 这场辩论不仅关乎美国的经济政策 也关乎每一位美国人的未来 马斯克的话是否意味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还是仅仅是政治上的夸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市场观察是一家知名的金融新闻和分析媒体 提供有关市场动态 经济趋势和个人理财的见解 布雷特·阿伦兹是该平台的资深作家 以其深入的市场分析和独到的观点而闻名 此次 他的文章聚焦于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对潜在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 特朗普胜选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的预测 马斯克在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仅有一周时 发表了一番引发热议的言论 他警告称 若特朗普获胜 美国将面临经济混乱 股市崩盘和金融上的暂时困难 马斯克作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和经济顾问 对此发表的言论显得尤为关键 他的这一预测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 有人质疑其背后的动机和真实性 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假新闻 马斯克遇见 特朗普上台后将推行大幅削减联邦支出的政策 强调没有特殊情况和例外 这一政策将直接引发经济上的短期困难 但马斯克相信这将为美国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 他还将政府支出比作一个充满目标的房间 任何方向的削减都将击中目标 以止削减计划的广泛和深入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马斯克进一步表达了对市场反应的担忧 认为市场将出现严重的过度反应 并可能导致股市暴跌 马斯克的支持者对此预测表示赞同 而他本人也对这种预测表示认同 这番言论无疑加剧了投资者的忧虑 特朗普已经表示希望马斯克能在他的政府中担任预算削减部部长 一个专注于提高政府效率的职位 马斯克将这一新角色戏称为政府效率部 强调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和幽默感 缩写词Doge与一种加密货币的名称相同 当前美国经济表现强劲 就业市场的增长超出预期 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高达3% 尽管通胀率仍高于预期 但与疫情后的高峰相比已有所下降 然而马斯克的计划在于大幅削减联邦预算 这一承诺在经济稳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通常情况下 大幅度的预算削减和经济紧缩政策是在经济危机时提出的 而非在经济表现健康时 特朗普和马斯克皆为亿万富翁 他们个人的财务状况使他们能够避免大多数美国人将面临的经济困难 马斯克的净资产估计为2700亿美元 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 尽管如此 他仍认为由于联邦债务的激增 美国需要采取严厉的财政措施 马斯克将美国比作一个人 尽管国家不会自行破产 但现有的开支形式显然无法持续 他并没有提及特朗普的减税计划 而这些政策被经济学家认为将进一步推高国债水平 马斯克的关注点始终放在削减政府开支上 以应对通胀和债务问题 虽然马斯克给出的预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并未对此立即作出回应 同时经济学家警告特朗普的减税和关税政策 可能会比其竞争对手提出的方案更具通胀性 正如市场观察之前的报道所揭示的 马斯克提出的严厉预算削减计划 远比大多数美国人预期的药更为严重 其中大部分预算已用于社会安全 医疗保险 债务利息 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 马斯克承诺的预算削减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些领域 甚至可能波及医疗补助 交通 司法等其他服务领域 马斯克明确表示 在削减联邦项目时 他的原则是没有特殊情况 没有例外 这些言论无疑引发了关于经济政策走向和潜在影响的广泛辩论 最后布雷特阿伦兹以其专业的背景和丰富的市场分析经验 为读者提供了透彻的洞察 他的文章不仅揭示了马斯克及其经济预测 对美国未来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也引发了对于政府预算管理和经济政策的更广泛讨论 请大家现在进入六度辩论环节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联邦支出是指国家政府为履行其职能 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实施政策而进行的财政支出 这包括从支付雇员工资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多种类型花费 联邦支出通常由国家预算决定 并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进行管理 在此过程中 立法机关通常扮演关键角色 负责批准预算和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在美国 联邦支出主要分为两大类 可自由支配支出和强制性支出 可自由支配支出是指年度预算中 可由国会调整的部分 其中主要包括国防、教育、交通等领域 强制性支出则涵盖那些法律规定必须支付的项目 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 这是国会在没有立法、变更的情况下 无法轻易调整的部分 近年来 联邦支出在许多国家的财政政策中变得日益重要 尤其是在应对经济危机时 通过政府支出 刺激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 在20世纪中叶得到广泛应用 许多国家在经济衰退期间增加联邦支出 以促进经济复苏 美国的联邦支出结构 显示其在不同时期的优先事项 例如冷战期间 国防支出占比较高 而近年来 医疗和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支出增长迅速 占据了更大比例 这也引发了 关于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务管理的讨论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提供的数据 美国的联邦支出在2022年达到约6.3万亿美元 支出分布中 社会保障 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等 社会福利项目 占据了很大比例 这些项目的不断增长 对未来预算构成了压力 联邦支出管理的复杂性 不仅体现在预算编制和审批程序中 还在于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的管理 财政赤字是指 政府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部分 长期的赤字累积则会导致国家债务上升 这种情况要求政府在支出和收入之间取得平衡 既要满足当前经济和社会需求 又要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 在全球范围内 不同国家的联邦支出结构和政策侧重点 会有所不同 这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环境和社会需求 例如 北欧国家通常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较多资金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 联邦支出是一个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它不仅反映了政府当前的政策优先级和经济策略 也关乎到长期的经济健康和社会发展 因此 在制定联邦预算时 如何合理配置支出 以实现经济增长 维护社会稳定 和确保财政可持续性 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马斯克的警告不仅仅是危言耸听 而是一个基于现实的评估 川普上台后大幅削减预算将必然引发市场动荡 历史上 类似的财政紧缩政策 曾在希腊和阿根廷引发经济危机 各国都面临失业率上升 社会动荡加剧的局面 马斯克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他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对市场动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正如他所言 削减开支势在必行 以避免美国不希腊后尘 财政赤字高起不下 长期来看 必将损害国家经济基础 此外 马斯克的观点也反映了他对通胀问题的深刻理解 尽管近期通胀有所缓解 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持续的高负债会再次推升物价水平 因此 马斯克的警告 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预警 敦促选民重视潜在的经济风险 而不是一味乐观于当下的数据 哦 楚天书 你这是在演恐怖片吗 川普和马斯克的计划的确听起来像减肥诊所的广告 但现实是美国经济并不是一只病猫 看看数据吧 在拜登政府下 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失业率低 标普500指数表现良好 这些可不是从天而降的美好 而是政策得当的结果 你说的希腊和阿根廷 问题在于他们的经济结构脆弱 而美国有全球最强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马斯克是个有趣的科技大亨 但他的预测并不等同于经济学家的分析 再说了 血减之初可能带来的困难只是个笑话 因为即使经济动荡 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也不会受到影响 选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保持经济稳定 而不是被吓得不敢投票 马斯克的警告不过是把风暴夸大成龙卷风 吓唬人罢了 谢琪琪 你拿当前的经济数据来反驳 却忽略了这些增长数据背后的脆弱性 最近的经济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扩张 尤其是在疫情后的救助计划中 这种支出水平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的债务问题不容忽视 马斯克提到的预算削减 是基于长期的财政健康考虑 而非短期的政治利益 就像一个家庭不能永远依靠信用卡度日 总有一天需要清算 而且市场不喜欢不确定性 任何重大政策转变都可能引发市场的过度反应 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 马斯克的警告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假如不先行准备和适应 短期内的阵痛可能演变成长期的经济困局 这就像不愿面对牙痛的小毛病最终可能会变成需要根管治疗的大问题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比喻真让人笑出声 你说的好像马斯克是财政救星一样 殊不知他的言论更像是推销恐惧 美国的经济以其创新和适应力而闻名 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轻易动摇的 马斯克固然在科技界造一身后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熟悉公共政策的复杂性 正如历史上的美国总统杰斐逊和林肯 他们的任期也伴随着经济的波动 但这并未阻止美国成为世界强国 况且 减税政策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常见手段 历史上里根时期的减税就带来了经济的复苏 当前的繁荣已经证明 减税可能比财政紧缩更有效 马斯克的维言耸听只会让人们忽视了即将到来的繁荣 而不是他的可能性 最终 选民应该相信美国的经济体制 而不是因恐惧而仓促行动 呵呵 谢七七 你的自信真是让人惊叹 当然 美国经济有其强健的一面 但并不能忽视其面临的挑战 诚然 林肯和杰斐逊时期的美国面临过困难 但时代背景不同 当前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压力 已经不再是当时能比 马斯克的预测其实是基于对未来挑战的敏锐嗅觉 减税的确可以短期刺激经济 但长期来看 持续的减税和支出增加 必然导致债务膨胀 进一步限制未来的政策空间 这就像是饮阵止渴 短暂的舒适换来更深的负担 马斯克的警告 无非是希望选民能够清醒地看待 短期增长和长期稳定之间的平衡问题 而财政健康的保障正是在于适时适度的支出控制 这就像体检中的预防医学 避免小病脱成大病 哦 好吧 楚天书 虽然你的比喻充满戏剧性 但我仍然坚信当前的政策更具现实性 是的 减税会增加短期赤字 但它也能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大就业 这些都是对应对未来挑战的有效手段 看看历史上曾经减税的成功案例 不仅仅是里根时期 克林顿时期的财政盈余 也是减税和增长政策的结合 当然 我们可以讨论政策的长期影响 但不能忽视当前的经济现状和选民的现实需求 马斯克的警告更像是科技界的爆炸性宣传 而不是经济理论的深入分析 选民最终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和持续的增长 而不是背下的无从抉择 美国经济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是其最大的资本 而非任何一个领袖的预测所能撼动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美国经济的多重面貌 展现了两位变手对经济政策不同的解读与信念 楚天书的论点强调 马斯克的警告是基于对钱在经济危机的深入分析 认为当前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 未来的经济挑战可能更为严峻 而谢奇奇则积极反驳 认为现有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并且对马斯克的担忧表示怀疑 认为这种悲观的预测无助于政策制定 楚天书的论点有其合乎逻辑的一面 他引用历史上希腊和阿根廷的案例 试图说明财政紧缩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 这样的提及不仅增强了他的论据 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当前债务问题的深思 然而他在比喻上过于戏剧化 容易让人感觉到他在夸张现实 这对于一个辩论来说 可能会削弱他的说服力 相对而言 谢奇奇的辩护更加正面且富有信心 他强调当前经济增长的正面数据 并将美国的经济韧性与马斯克的警告相对比 展现出他对现状的信任 然而 谢奇奇在对马斯克的批评上 有时也显得过于简单 未能充分论证马斯克警告的潜在合理性 这样的轻视可能使他的论据显得不够全面 整体而言 楚天书的论点虽然引人深思 却缺乏对当前政策的具体分析 而谢奇奇则在现实数据上 展现出优势 但未能深入探讨潜在的长期风险 两位变手的对话 让我们看到了经济政策中短期与长期的博弈 也提醒我们理智看待数据背后的深层意义 选民在面对这些议题时 既需要清醒地思考 也需要具备灵活的应对能力 这才是未来经济稳定的关键所在 在此我呼吁更多的深入讨论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应对未来的经济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赞 转发 그� living 可以参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